就在实际化过程中把参数传过去 那么 这个constuct就是构造函数的意思吧 对吧 因为你一个类里边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构造函数 对不对 并且他们调用的参数也不同 是不是 所以说你在这里边 你不但传你这构造函数的这个参数 对吧 你还要告诉你 要找到这个构造函数 它有多少个参数 它的参数是什么类型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里边需要这个参数类型的一项 把这个东西也给传进去 告诉你 告诉你要找到这个构造函数 让这个类知道当你到底找哪一个构造函数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获取了一个实际的构造函数的这个对象 这个时候就 把它给实际化就开了 对吧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这个反射这块具体内容啊 因为咱们不可能讲太多 其实反射里边还是很复杂的 包括你回了反射之后 你就可以动态的获取它一个类里边的 比如说所有的方法呀 或者是所有的这个属性啊变量啊 包括它的私有变量 你都可以动态的取出来 咱们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课后的话详细的查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一个这个工具类也会提供给咱们大家 咱们因为这上面有详细的这个注解注释 咱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你看比如说 得到某个对象的公共属性 得到某个对象的静态公共属性 看到没有 包括执行动态的执行某个对象的方法 对不对 这边你们能看到是不是都有 咱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具体的研究一下 对吧 咱们这里边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咱们知道有反射这个东西 反射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 在什么时候用它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咱们这个 这块封装就完毕了 咱们来运行一下 呃 看看是不是动态的把表什么这些都给咱们通过配置文件能够建好 对吧 咱们现在运行一下 我们最好一开始在这里打着断点 省了它要报什么错 对吧 用几八个模式 因为有时候有可能不会一次性运行成功 它有可能中间会出一些错 这个是执行啊 这个直接给它放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里边咱们还少填了一个东西 少把那个事件给填进去了 对不对 咱们这个曼里边是要有事件的 这个activity里边曼 点击某个菜单要出什么 嗯 在在在在这个里面 对吧 这个咱们不能就弹出了 是不是 要实际的处理一下了 那么我这个 我直接从那边复制过来吧 因为打开了一个类 这个代码 不用敲了 这个挺多的 咱们复制过来 只用其中一部分就可以了 咱们以后要填的模块有很多 对不对 呃 咱们现在做的是user 应该就是这个吧 应该就是这个吧 对吧 其他的现在的算是屏蔽掉 这个日志就不用打印了 然后adapter 我们这个item都已经有了 哦 这个是slider了 还不能放到这里 看错了 看错了 应该是这个 这个 这个item实践 是吧 这里边呢 咱们就直接把它取出来 用一下 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咱们应该都是知道的 跟lis是一样的 设定他的item 这个 填填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 咱们自己封装了一个填填器 通装到这里了 对吧 这就是那个greaterview的点击事件 对不对 这个都很容易理解 我就不挑了 直接粘进来用就可以 啊 然后这里边这一部分都给它封装掉 都给它停滴掉 这个日志 删掉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它传了有这个adapter 咱们获取adapter 这个对象之后 又获取它其中的一个item 指向 对不对 根据当前的索引位置 点了位置 然后取出来这个 指向之后 因为咱这里边定义了 是返回stream 咱直接取的就是maloname 咱们判断 如果maloname等于 用户管理的话 就 你看咱们先前封装了 这个就好使多了吧 对不对 在activity里边 base封装的这个方法 对不对 这么复杂的 好几行代码 咱们直接调用了open就可以了 而且还跟业务无关 对不对 就是这个作用 好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搞了一个错是吧 搞了一个什么错 好 这个粘过来之后 它把引用也就粘过来 咱们要把它就删掉 好 这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好 我们下面点一下人员管理 哦 报了一个错 我们把它给放过去 因为这种一次写大批量代码的话 很容易出错 我们看一下这是个什么错 一个空纸针 空纸针的话 应该是在这里边有一个空纸针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吧 不过这个时候就要把那个什么给关闭一下 要不是把那个数据库 估计它已经生成了 咱们这里边需要手动删除一下 不然的话 它可能 它可能不会再手动生成 啊 对 咱们要把它删了 要不然它下次 它现在已经有数据库了 它就不再执行那个uncreate的方法 你知道吧 我们来打上段点 然后再运行一下 看看那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又回事 这里边实力的时候就有了一个错 哦 可能这个实力化的时候 这个位置应该是对的 咱们来点击运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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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外边那里面 不好意思 在这儿都没 我还是先调试一下这个错误 我还是先调试一下这个错误 是的 是哪一句呢 是哪一句呢 是这点错误了 你在这个后边的时候才初始化这个康飞的对象 对不对 当然你在这儿调用的时候怎么怎么办呢 你在这儿调用的时候 在这儿就已经 要用这个类里边的方法了 对不对 要调用它类里边的方法了 但是这时候你还为难值为空呢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把它顺序应该是 调换一下 对不对 它在前面先初始化 才能最后调用 对不对 好我们 那就继续再运行一下 看看运行能成功不能 刚才这个错误 就是因为这个先后调用顺序不对 引起了 我们就再重新走一下 看它能成功不能 我们再来点一下 哦 这时候又有错误了 这次又是一个什么错误呢 这个东西因为代码比较多 肯定就比较难以一次性成功 这个应该是在反射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 造成表没有见到应该是 你看它说没有这个表是吧 好 那就我再来查一下 看这个反射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没有没有见到呢 我先来查一下 好同学们我们继续 刚才那个错误呢 我排查了一下 主要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这个里边这个 咱们这个安卓开发联盟 因为我是两个项目嘛 一个已经写好的项目 还有一个现在正在写的项目 结果因为这两个名字我们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是大小也不同 我一时给搞混了 所以数据库等于是我删的这个数据库 一直是这一直是他的这个数据库 下边的这个就没有删掉 所以导致那个uncreate方法根本就一直老是不执行 我排查了一下 然后现在这个数据库删掉之后 他就可以执行了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写了一个问题呢 是什么呢 这里 刚才这个 布局 还是他没有替换料 所以对象会找不到 把这几个都改过之后 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为了 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看到这个反射的这个过程呢 我在几个关键的位置打了几个断点 咱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反射的执行到这里 好吧 然后我在这个config里边这点 干脆也打一个断点 打到这里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我们用调试模式执行一下 现在已经进来了 我点这个人员管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进到这个 Cecute Help里边的 Uncreate里边的吧 对不对 下不该获取所有的表格了 是不是 获取生成表的所有的类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获取了吧 对吧 这里边都已经有值了 对不对 我们展开一个看一下 是这个吧 对不对 路径 高的这个路径是这个吧 对吧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放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是不是执行到这个Cecute Help里边了 是不是通过这种反射的方式 虽然你没有真实的new这么对象出来 但你也已经执行到这里了吧 对不对 下边这就好理解了 一步一步的把脚本生成出来 执行这个脚本生成表 对不对 下边再插的就是默认数据了吧 对不对 插完之后我们把它都给放过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这个数据 动态的键表 然后动态的插数据 这些都生成了呀 对不对 只不过现在我们这个样式还没有调 回头我把它给调整一下 这样的话会更好看一下 对吧 所以说我们再来的回过头来回顾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 呃 这个sleder menu这个菜单空架 我们那个呃 把它的这个 试价我们封装了进去 就是监听这个呃 menu菜单事件封装了一下对吧 然后呢 我们做了封装通用数据户操作类 这个过程对吧 首先是config 里边是他的一些配置 包括get table 这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反射的时候要用对不对 然后就是circule help 这几个主要的方法 呃 事务这块呢 我们是封装到了这个 circule DAL base 对不对 这里边也有几个主要的方法 get count 什么delete 对不对 包括或许表明和主件 然后查找实体类 然后把游标转换成list 然后执行脚本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又做了什么 我们封装了一个人员管理模特 模块的这个circule DAL层 里边最基本的登山查改 我们都封装进去 对吧 都实现了 包括生成参数 对不对 然后里边的也有uncreate 还有这个修改 什么 插入模拟数据 对不对 数据挖模拟数据 对吧 然后在业务层 我们就是 又是一个登山查改 业务逻辑上的封装 对不对 好 呃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就 呃 进度会逐渐加快了 因为我们的这些基础的模块 基本上都已经封装完成了 对不对 下节课我们就逐步的把这些布局啊 这些再往下一个一个接着走 然后就是这个呃 通过 按这个dialog 这个 对话框呃完成它的这个呃 添加修改功能 好吧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这个上下文菜单的使用 然后再往下我们会尝试在我们的这个模块里边使用事物 好吧呃 呃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呃 呃 先做到这里 呃 谢谢大家 再见 呃 呃 呃